到车祸警方得从这辆车来追查两名死者身份 先从车牌查出了车主就是被抛飞出车外的21岁张姓女子 第一时间袁警在车上查到一张陈姓男子证件 但打电话询问家人她并不是当事者 再继续追查才确认男性死者姓杨 跟车主都是91年次 两人关系代查 女子的阿公跟姑姑叔叔接到警方通知 从北部赶到台中殡仪馆 但状况不明 甚至不知道张姓女子有买过车 肇事的七辆车都被拖掉 暂时停放在国道园林分队空地上 好几名驾驶陆续到场来做笔录 两名死者的部分还要等警方通知家属笔录 确切状况不明 另外等台中检方相宴之后 家属将领回女子遗体 回新北板桥处理后事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